晨冷的声音灌进耳中 众人不由地抬起头来 目光惊离不定地看向了圣前雨 英黎修单手撑住头 声音雍雍蓝蓝 不用四处看 说的就是你 本王罚了过来给本王捏捏肩 说完无比惬意地闭上了眼睛 瞧着他这大爷的模样 圣前雨忍不住咬紧了后槽牙 还罚了姑奶奶可是贵了半天呢 她暗自付费的时候 老太妃的脸色可不怎么好看 玉王府的嫡女被英黎修当丫鬟是这可不是打玉王府的脸吗 然而谁让人家是皇室宗� 见圣前雨迟迟没有动静 老太妃给她使了个眼色 圣前雨皱了皱眉头准备起身 然而也许是亏了时间太长 刚站起来膝盖还是麻的 一个支撑不住直直地朝地上栽去 啊 圣前雨忍不住惊呼一声 就在这时只听耳边传来嗖的一声 等众人回过神的时候 圣前雨已经站在了英黎修的身边 腰间还缠着鞭子 而鞭子的另一头握在英黎修的手里 圣前雨呆呆地看着英黎修 突然意识到他现在就靠在英黎修的身上 瞬间脸 一遍闪到了一边 英黎修有些不悦地收回鞭子 你们与王府的女儿都喜欢用这样的方式夺人眼球吗 圣前雨朝他瞪一眼 我夺你奶奶个腿 老男又没求你救 方才是我不小心没站稳请玄王殿下恕罪 英黎修没有理会静止在主位上坐下 指了指自己的肩膀 用点力 圣前雨看着他猛然伸出一个拳头朝他晃了晃 下一秒就见他的拳头重重地落在了英黎修的肩膀上 然后劈里发拉一阵猛推 差点没把英黎修捶出内伤 这时刚才进去的摩摩 和沈泰一走了出来 两个人脸色都不怎么好看 走到英黎修跟前猛地跪了下来 殿殿下 嬷在心里权衡利弊后最终一咬牙 二小姐身子并非完毕之身 不符合入宫的条件 沈泰一也开口 殿下二小姐身体受重创沉 英黎修惊诧地看向玉王 玉王这是怎么回事 你该不会是知道本王请了圣旨故意这般吧 一句话说得玉王一口老血往上涌 他傻疯了才拦着自己女儿进攻马 他气得直哆嗦可也得咬着牙解释 玄王误会只因今日我玉 玉王府去中山林祭祀 回来的途中雅儿的马车不幸遭遇杀手 纯一时无暇顾及让孩子遭受了这样的劫难 嘖嘖本王真是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浩浩的姑娘 英黎修一脸惋惜地看着玉王摇摇头 随即脸色一淋 玉王放心在京城境内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我当朝重臣加剑动手 这分明是在挑衅国威 本王一定不会让你们白白受了这委屈 关筒你带上城外驻扎的五百精兵搜山 这件事情一定要给玉王府一个交代 英黎修大欲凛然的一百手 还不等玉王做出反应阻拦 关筒已经向阵风势地飘出了房间 圣前于嘴角抽了抽 谁家传圣旨还带着副将的 这明白这是要将玉王府的丑闻闹得满城风雨 宣 玉王公务繁忙这件事情就不用麻烦了陈自慧 玉王急促地声音传来 可下一秒 英黎修再次打蛋一脸正气道 玉王不用客气 你为了我英家江山征战多年 如今出了这样的事 不管是我还是皇兄一定不会坐视不理 你且不用担心不管幕后主使是谁 本王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英黎修看向桌上的圣旨 脸上多了一丝为难 那这圣旨该如何是好 早知如此 本王不应该那么早就宣读 如今你家敌女 玉王殿下老太妃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玉儿虽说刚回来却也是我玉王府的敌女 不如让她代替雅儿进攻 圣前于狠狠地在英黎修的肩膀上呛了一把 感受到小女子的怒气 英黎修干咳了两声 三小姐虽然机灵 可从小自山野长大难免粗鄙 算了这负命的事情 本王看着来吧 一句话 玉王府众人脸色又跟着变了变 太妃和玉王 是一瞬间的失望 而玉王菲听到这话确实勾起了唇角 不管事情跟自己有没有关系 只要不让圣前于得了好处就行